光芒逐渐走向尾声 剧情还是一如往常的高能 女主吴丽兹在发现黄如红就是谋害父亲的真凶后 一度想要选择刺杀 甚至还因此误惑了程艺智 但最终没有复制于行动 因为程艺智在关键的时候制止了她 这是对她的一种保护 毕竟在黄如红身边已久 程艺智也明白吴丽兹对于黄如红的目的 早在宴会的名单上就已经暴露 以黄如红的性格 吴丽兹一旦有任何举动 就会被黄如红伤害 这样的局面是程艺智不愿看到的 然而吴丽兹并不理解这些 甚至与程艺智进行了冷战 最后还放弃了他们的孩子 另一方面 她在调解万罗人骨 黄如红的矛盾后 居然间接地导致了陆教授的死亡 这对程艺智的打击很大 尽管黄如红表示这只是对她的一次提醒 不过程艺智却对黄如红吼道 你这是在惩罚我 经历这一次事件后 程艺智彻底认清了黄如红的真实面孔 选择了离开 而对于吴丽兹 她用真相让她看清 你还有自己的人生 两人也开启了联手搞事业的道路 在二人联手创业的时候 吴丽兹已经开始慢慢展现职场女性的干练 她不仅是公司的股东 也是能干的吴科长 不仅提出了要开启银行背景调查的先河 还主张增售国内银行并不流行的保险箱服务 种种措施可以看得出来 吴丽兹在商场仍旧很有能力 包括在保险箱开设之初也是她想到方法解决的 虽然在重重误会之下 两人已经离婚了 但事实上 两人还是都牵挂着彼此 毕竟他们看彼此的眼神 喜欢的情绪是藏不住的 果然在后续的剧情中二人已经成功和好 让观众直呼过瘾 结局在即 不知还有什么困难在等待着励志夫妇 期待二人可以有一个好结局